哈喽,我是劳黎 我本来就没给你们看我的猫 没门,它们不愿意啊 它们在那后面玩 看,胖胖的一个狗狗 狗狗,要不要过来 猫都是这样的 你要它过来,它过来 你不要它过来 我求着你不要过来 那个走,它一定会过来 你在那黑羞 你说现在可不可以不要过来 人家不仅会过来,人家会看着你 说你在干嘛 猫 无论怎么样 我不准备讲一些川普的事 这个视频,我准备分享一些 我学中文的事 因为我今天才发生了一件事 而且我自己比较弱智 我一定要跟你们说 我是下午期间朋友去的 我这儿有两个中国朋友 我不是在格鲁加吗,迪比利斯 他们邀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 好,他们家还有红星啊 玩得很不错 问题是,在我干道的时候 他们说老雷,我们本来有点担心 你会不会不来了 我说我干嘛不来 不是提前都说好了吗 他们说你不是要回德国吗 我说我,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不准备回德国 我哪一句话让你觉得我要回德国了 他们说我们是看了你的那个视频 上次发布了一个视频 你说我准备回家了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视频 上上一个视频 我在一个很破的一个老房子 那些猫烦死我了 我跟你说 一个很破的房子 没有暖气的那种 我我我穿的外套 对不对 我在坐着我说 我对你们说 我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没有时间好好录视频 我真的凑合 因为我一会儿 要回家了 我那个时候的意思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的意思是 我准备离开那个破房子 到我这儿的地方 对不对 我不是在这儿租了一个房子吗 那么我回家的就是 我回到这个地方 有暖气的地方 有那些投音色的那些小猫 有电视界 有那些桌板游戏 我暂时的家 回家仅此而已 就这个意思吗 我那些朋友没有那样的理解 他们以为我说我准备回家了 就是我要回德国了 而且不止他们 很多你们这些网友 我记得我那时候 看评论我还我还纳闷啊 因为很多人会说 哎呀老雷恭喜你的 终于要回家了 我在想你恭喜我干嘛 我不是中国才出门了吗 我现在要回家了 嗯好吧 那你恭喜我吧 反正怪我 对不对 我一个老外 我我学了17年中文 03年开始学了 我一直到现在 我没有搞明白这个回家 除了回到自己暂时住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对不对 你有可能 比如说 不知道咱几个哥们喝大了 或者啥 我说哎呀 哥们我不行了 你把我送回家吧 那么这个送回家了 就是这种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或者是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租的最中路 B行园小区 对不对 你把我送到那儿嘛 那个把我送回家 就是那个家 但是有的时候 在你说我要回家了 那个家就是老家 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你爹妈的那个地方 对不对 就像那些春晚的那些广告 对不对 我最爱看的那些东西 嗯 那些 不知道 那些中国的那些大集团 或者是美国的呀 要么是可口可乐 要么是一些什么工商银行 或者啥 会搞那种广告 对不对 每一年都是 到了春晚一定要看那些广告 一个中年男的 不知道 一个那种所谓的成功人士 对不对 开了豪华的车在城里 穿着西装啊 要回家了 那么他的回家就是那种 回老家 对不对 回到一个大概是东北的 一个那种 下了大雪的那种地方 对不对 一个小村庄 那个小村庄啊 一定要简单 但是不能太破了 因为还是伟大祖国 对不对 无论怎么样 到那儿呢 发现哎呀 父母在呀 然后父母还是那种很淳朴的那种农民 那种感觉正好 对不对 特别幸福 然后我不知道你 但我感觉大概是你 我所有人 看着都觉得 这个集团我讨厌了 但是这个广告 还是有点感人 还是有点感人 对不对 不都是这样吗 因为回家 它意味着这个 回老家 那种感觉 那我真的觉得 我老雷我怎么可能学了17年中文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没有搞明白 中文的回家 跟英文的 不一样 跟德文的 不一样 跟俄语的 不一样 跟法语的 不一样 我在想 是不是每一种语言 都有一些那种 看起来很简单的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很难掌握的一些词 我不说这个回家很难掌握 这是我自己笨了 但是 是不是你们作为中国人 学的外语 也会碰到那种情况 看起来简单 但是其实 你没有掌握它的实际上的意思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我在想这个 回家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意思 对不对 我不是回家 但是这个家 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我刚到中国 05年 很多人会说 老雷你有家吗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想 你为什么觉得我没有家 我那个时候 长得不是这样子 是吧 我现在你要是说你有家吗 我可能在想 好吧 你觉得我是五家可归的或者啥 但是那个时候 我长得比较干净嘛 我说 我当然有睡觉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租了一个房子 币兴圆小区嘛 我肯定有家嘛 人家不是那意思 家意味着 或者你有家意味着 你有没有成家立世 对不对 你有没有老婆 有孩子 你有家吗 不是你有房子吗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博大精神 对不对 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些那种 要掌握 但是不在字面上的一些 一些含义 对不对 对我来说一个老外 或者是一个老雷 我看呢 家那个字 上面一个房顶 下面一头猪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这头猪 我住哪一个房子 那就是我的家 大概这个意思 币兴圆小区 币兴圆小区